音樂 Hello 歡迎來到Toy's Day Channel 機體人研究所 我是Vinci 在剛剛過的星期日 日本就舉行了WonderFest 2023冬季 這條影片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WonderFest裡面我看中了什麼玩具是適合玩的 以及也加了一些近期我自己有興趣的新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新品具值得留意 如果看對的記得就去訂 好了 別說那麼多廢話 去片段吧 好 我們一來就說一下WonderFest 2023冬季 的鐵機效系列 我自己來說就對機戰OG系列 有點期待 機戰OG裡面的古鐵也有 發售日和定價 發售日是 是2023年的9月 售價就是43,780日 老實說 以一個不可以變形 不可以合體的機體來說 這個定價也挺貴的 這就是純粹是它的造型和技術 它有什麼技術呢? 右手的裝備可以有蛋可以拆 可以做出動畫或者遊戲裡面的動作 即是打裝的動作 左手也有一條膠帶可以跟它連接 即是當作一排蛋藥 而鐵機效系列也有發光這個 gimmick 我相信它的眼睛已經可以發光 另外還有肩膀 也有很多detect位置 但是四萬多日圓來說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有點貴 除了古鐵之外 對啦 白騎士也在WONDERFEST裏面展示出了 看下去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白騎士 是順眼過古鐵的 都是那句 如果你買白騎士 沒理由不買古鐵陪它 這一對癡男怨女 我不知道機戰的OG迷 會不會瘦 我自己 就十五十六了 話說話 其實之前的展 是有大讚卡出過的 但是今次的WONDERFEST 我看了很多網 都找不到有大讚卡的示板 難道因為BANDAI出了R版 所以搞到連Film Toys縮了 不知道去了哪 那除了機戰OG的機體之外 鐵機效也有Persivate RAM 橫太平洋的Cripsi Danger 急博賽危機 其實CADLE設計圖 其實它有很多模式可以換裝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 暫時是一個示板 就這樣 只站在那裡 而且還沒有發售日 和還沒有定價 我相信這個 都可能要等到2024 或者2025年 除了其他機體之外 其實鐵機效的系列 最有名的 其實是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方面 它也有一套 夾 Jack Power Armor 是會被之前推出的 Operman使用的 這次也有這個示板 展示了出來 但是 鍋子還沒有發售日 和還沒有定價 上次史達 獅王可以變成獅子 不知道今次這套 會不會合得出來的飛機 另外 還有一個 會場自己貼了 按紙攝影 但是 在Film Toys的自己 Twitter裡面 它是有貼圖出來的 所以我想 它貼圖出來的話 我都應該可以說 沒錯 就是天原突破 這隻天原突破 真的是最終版本的天原突破 我印象中 可動的玩具 好像是以前 山口出過 除此之外 一隻大的合金 應該沒有產品出過 不過 還是那一句 這隻 也沒有發售日 和沒有定價 另外 同樣都是Film Toys 也是用了鐵機效的技術 但是 做了一個人形Figure 那個Figure系列 就叫做人技巧 之前也推出過 Batman 和G.I.Joe 這次的展 也推出了 Ultraman Shoot 裡面的 Ultraman 和Ultraman 7 不知道大家 超人迷 會不會等到 這個人技巧系列 講完Film Toys 就講一下 Amakuri的勇者系列 第一個要講的是 勇者王系列 如果大家有留意 拜家王的King Trader 就已經開了訂 如果大家還沒訂 還可以訂 因為要明年的1月才能出到 所以其實都做了一大段時間 售價是63,800日圓 說得真的很貴很貴 但是這些職彈王 都算吸引 起碼他真的可以變形 變回做一架白色方舟 而今次在Wonderfest裡面 也展示了他的Option Path Set 我實在說 他加上Option Path Set 是真的蠻有型的 說真的 有隻戰艦 有些激光的射一下 是吸引的 但是說真的 他的本體 都已經是六萬多日圓 哇 再加上他那套Option Path Set 雖然Option Path Set 就未有售價 也未有發售日 但我相信 無論如何都要一千幾百 所以加上加上 五、六千 真是麻煩 另外他還看到 他這次展出 也有個鎚子 這個鎚子 不知道會不會可以 放回去給勇者王用呢 講到用者王 還有一個大戒王的四肢展示了出來 這個 怎麼形容它 我簡直覺得它 像一個煮熟了麵包 像一個紅玻璃 老實說 我有原本那隻像用者王 這隻紅玻璃 對我來說 真的吸引力不大 所以 我就算真的會買 我只會買白色方舟 這隻紅玻璃的 此緣 對我來說 我就會超過的 勇者王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實他也展示了一個 勇者王的頭 不知道大家勇者王迷 會不會真的什麼產品都會買 我自己來說 只是一個頭 我就吸引力不高 而另外 除了勇者王之外 也算是有驚喜的產品 就是勇者特級的 無敵超能嘉義 這隻無敵超能嘉義 這隻無敵超能嘉義 老實說 我看上去 他的身形 是肥肥的 像動畫那隻 瀟灑的勇者 還有 這隻 只是無敵超能嘉義 還有一隻 但遠先鋒未出 也是那句 他一定 又是先出了 這個 無敵超能嘉義 跟著 再出 這個 Option Parts 就跟彈丸千鋒 老實說 為何千席鏈 做生意 每次都是用一件玩具 分散幾件去出 Anyway 也是那句 現在 都是Sample 所有東西都是 言之上組 可能到他有彩版 Sample的時候 是會覺得他英俊很多 說了一大堆勇者 無理由不說 Good Smile Company 推出的 The合體 勇者特級 這次 亦都是 展示了 超能嘉義 凱瑟大仔 和彈遠先鋒出來 超能嘉義 有發售日 和定價 發售日 是2023年 9月 售價是27,900日 老實說 今次 看完 這個Display之後 除了肩膀位 和二頭肌 連接位 也有點噁心 之外 我覺得整隻 看起來 還不錯 海瑟大地 和大遠先鋒 看到還是Sample階段 但合了一看 做無敵超能嘉義 之後 看起來 有點蠢蠢 但是沒有辦法 要這麼多部機 合體 又要做得漂亮 其實這個應該都接近 Mission Impossible 這次Good Smile 我也覺得它盡力了 我自己會支持這一套 我亦都訂了 超能嘉義 希望到收貨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介紹 除了這個之外 對合體 亦都會出電光超人 的合體龍帝 如果大家有買之前的電光超人 的話 就可以合到做龍帝 古立特 除了舊版的電光超人 新版的SSSS Gridman 亦都有這個對合體版 Good Smile 其實之前都已經出過 這個力量全開版 不過 那個 就不是在對合體 這個系列裏面 另外自己一個系列 那個就 這次 它就出在對合體這個系列 我相信對合體這個 就應該會連同之前出的 SSSS Dial Salon 可以和那部一起玩 如果大家有買之前的 SSSS Dial Salon 記得買一買 這次的Gridman版 講了一堆Good Smile的成品 亦都有展示這個模型 分別就是槍與劍的 Idora V 這個其實是槍與劍裏面的配角機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好像出了一閘 但是這個 分分鐘是受歡迎主角機 因為這一部 是一班老人家 駕駛的勇者 他們是很有勇者的感覺 這隻模型 它自己就說 它是最多分析的一隻 砌出來應該不用加工 也挺漂亮 而且它這次也可以做分體合體 除了槍與劍之外 鐵甲萬能俠也有新版出 這隻萬能俠就是新的漫畫版 破獄的蜘蛛 這隻萬能俠就叫做萬能俠 SASS SASS 即是熱情 不知道大家對萬能俠有多熱情 我自己來說 我對萬能俠也算是一個死忠 因為小弟玩玩具 其實是由合金雲開始 合金雲的01就是鐵甲萬能俠 所以其實小弟 坐下坐下 分分鐘 家裡最多的就是萬能俠 我自己就未必買 因為其實它是模型 但如果它出成品的話 我都可能會買它 好 今天講完這個 Good Smile 就講一下CCS Toys 它這次也展示了一些展品 不過全部都未有發售日和定價 分別就是出了官圖 這次有廠版的Great Machine Kaiser 我自己來說 我不是太喜歡漫畫版 如果它真正正出帝王萬能俠給我 我就會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有買它的真三日 如果它有正常版的一隻 麥仙卡莎 我可能會買它 因為可以配合之前的真三日 除了這個之外 它也有展示了一些灰版 分別就是有 飛魚巔峰 Gunbuster 以及風之魔裝機神 Sidebuster的精靈縫衣版 另外也有Evergallion的最終號機 講完CCS Toys 就講一下本地廠 即是香港廠 第一個就是Action Toys ES合金的絕對無敵 私人鳳 百姓龍王 最近也開了訂 也有官圖出來了 售價日本賣16280日 我們香港的定價就是870元 發售日 先聽著 就是2023年的8月 Action Toys的發售日 大家也先聽著 說真的 它今年推出的話 我當它贏了 除了有百姓龍王之外 它也有展示過Voltron系列 分別有百姓王和15機合體 百姓王和15機合體 都是ES合金 另外它也有展示了灰版的Mini Action 沒有發售日和沒有定價 大家也是慢慢等下 總有一天可以出來了 黃金合也等了十年 講到等下 另外一間也是本地廠的Post Plus 也有展示了一堆新品 雖然大家也是等 但Post Plus出來的結果 我是很滿意的 這次Post Plus 也是展示之前已經有的 分別是由赤光彈 看到JJ 這次會有多了幾個表情 多了四個表情 感覺上這次這個 赤光彈 Ceryon 好像也挺吸引 因為我知道它的尺寸 是跟回孫宇系列的 如果大家有玩機格創世紀的電單車 它的尺寸應該跟JJ一樣 即是說機格創世紀的電單車 跟它是可以換駕駛員 除此之外 J9系列 三封也有展示出來 銀河旋風和銀河列風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等到銀河疾風 宇宙戰士也有展示出來 不過我自己最期待的 都是天威勇士的尖美 和莉娜妹妹 這次尖美也有展示 人形 直線機型 以及車型 暫時來講 我想去改的就是 它的玻璃 用回一些透明玻璃 或者給我一些透明玻璃的感覺 現在這樣的藍色 感覺上就有點膠膠的 看起來 這個也是很初步的相片 大家都知道 這些相片的東西 一邊做一邊改 希望它之後會改變更漂亮 但這隻天威勇士我是期待的 當然勇者王也有展示出來 而在Post Plus的攤位 我最驚喜的是 可以看到熱血最強的相片 雖然WonderFest未開之前 就已經收到Post Plus會出熱血最強 而在WonderFest裡面 就直接展示了合體的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很初步的相片 由這個相片到真的到手產品 我相信至少要兩至三年 大家還是不要太興奮 慢慢等 玩著其他東西等 剛才說的產品 大部份都是沒有發售日和沒有定價 說回一些近期比較有興趣 確實了發售日和確實了定價的玩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超合金雲的GX104勇者王GFG GFG之前也有其他產品生產過 但這次Bandai在超合金雲這個系列出 我自己來說就很期待 尤其是你看到它又可以用回 之前的Golden Hammer 和和之前的勇者王一起站在一起 我自己來說我是覺得吸引的 說實在合金雲的發售日都算很準 玩著這隻勇者王GFG等其他產品 我也是覺得OK的 回來了 跟大家分享完Wonderfest有什麼新品 以及近期有什麼新品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得對 不如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可以預料一下 看看我今年有什麼產品做review 那我的影片來到這裏 大家也會有啜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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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